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份违约概率非常大的协议 网民因此被破敲了3999元 拿到平板电脑集3000元 声称可以充花费的购物卡 后经上网查询 该平板电脑仅需1589元 这才意识到被骗 所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求助 然后一下子他就拿那个付款计划来扫 扫了之后就让我按车 按了之后我的钱就不债了 钱就不债了之后我就跟他理论 就理论了好久啊 最后他又跟我说 这个套餐不可以的话又给我换一个套餐 换一个套餐 还不可以来又给我换一个套餐 最后又换了一个套餐之后 他就说 那你1000块钱办一张电话卡给我 办了一张电话卡里面 整个我充了300块 免余我只有300块 他说 那你三个月之后再来领取300块 然后再过三个月再来领取300块 这样 17号下午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机关 对网友爆料图片中的店铺进行突击检查 当天16点左右 当执法人员来到该店铺时 两名店员正在劝导两名顾客进行消费 见到执法人员突然出现 这两名店员想撕毁柜台上的数张销售协议 被执法人员及时制止 并提取了固定相关证据 在场的店员声称 该店铺负责人黄某在外地 他们仅仅是业务员 不熟悉经营情况 执法人员将取证的突破口转向现场的两名消费者 据消费者称 该店铺已帮忙投票免费送礼品等理由 将路过店铺的群众招揽进店后 以查询手机积分或支付宝吃麻信用分达到额度 可享受30元 获赠平板电脑 并享受化费充值和定制机等优惠 诱导签订化费充值协议或定制机申请等协议 执法人员当场制止该店铺正在进行的违法经营行为 并责令立即退还两名消费者已交付的钱款 初步证据显示 该店铺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过程中 为真实全面提供信息 涉嫌采用虚假以人误解的方式销售电子产品 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该店铺被立案查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